其实是一份西份的 西郡只要13元的 大块是18元的 例子也有了 10元一间非指示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赤江 今天我会过来这里拍摄一集影片给大家看 一如以往早上在市区拍摄的影片也是这样的 我是未吃早餐的 我现在先进去赤江的市场里面 找点好东西吃 现在这个时间是8.8个字 8.40分 正值上班高峰期 哇 几多人 至于面前大名鼎鼎的赤江巴士总站 我记得依然14号车在这里是有车的 但我现在未见到 至于我面前走过这条路就是新港东路 在这个方向过去就会去到爬州方向 当我们离开赤江之后 我会带大家过去爬州客运港那里 看看那里有船是坐在香港和香港机场的 到时再说一下 时至今天14号车总站已经不在 很多年了 我都记得 去了赤沙那里 另外一边好像还是港卫路 大家看看这条路多少人上班 是吧 农历年之后 疫情又没有了 广州确实多了很多人 我们都去过深圳 也都见到很多实情 一方面他们管理确实真的好些 另外一方面 他们好像外来人口慢慢减少 广州的几个大城市里面 生活指导最低 对于那些刚刚来广州 找食的人 确实是比较nice 大家看看 新港中路大概是 已经塞车塞成这样 大家说刚刚来做工 租出租屋的人 怎会駕车上班的限制 但大家看看 几多人踩单车 这条路亦都是很多人 赶着上班 同样好像这些小店 早餐店 亦都是城堂城市 而且现在这个时间 已经过了 食早餐最高峰的时候 我们会沿着这条路 一直往前行 再往前行 就会去到赤江西路 即进入市场那条路 那里就更多老城区的居民 在那里住的 至于刚才 我们去到巴士总站那里 那里近石楼江路 那里就多出租屋一些 还有那里更近地铁站 还有两间大医院 我还记得大概十几年之前 有乘车的胃部很舒服 都是回去那间医院搞定 我还记得当时 打车过来 打历史过来这里 一片荒木 时至今天就非常热闹 又有充电位 这边又有披萨店 上面还有全天茶市 搞到现在就想上去喝茶 至于在这里进去 这里就是赤江东路 如果要去市场 在前面都可以 我们尝试在这里进去 因为在这里看上去 就会更多老城区的居民的感觉 通常这些地方就不会少好东西 我前面都看到有一间 比如前面这些 写着广州特色潮州鱼蛋粉 好像挺好的 又是这种街边小店 老板生意很好 很多客人 我是要了一份 18元大的鱼蛋面 因为这几天天气有所降温 现在气温是22次度 坐在路边吃鱼蛋粉 最好吃 等了几分钟 我们的食物就到了 就是这个鱼蛋面 什么都有 有炸鱼皮 老板很有心思 放在这些配料面 不会浸着它 有少少浸正常 第二 有几道菜 我没有要粉 我要一种面 看来还是这种 不是太硬的面 不是碱水面 还有牛卷 鱼蛋 还有肉卷 不得不提的是 现在超级大风 还在我身后的空间 一声吹起来 吃面 没有浸过湯 肯定脆 吃些炸鱼皮 真的应该这样的 你千万不要浸到那些 那些汤 慢慢吃 这样你才可以吃到 炸鱼皮的爽脆 还有这个炸鱼皮 不会太硬 老实说 都是拿货 我知道炸鱼皮 拿货 我看到有些 池州鱼蛋店 他们都会放在一班门口 买的 那些货 都拿得挺好的 有些很硬的 哎呀 一说这个硬 硬的 硬的 你真的硬到咬不到 硬的 按一下汤 试个鱼蛋 正常鱼蛋 不会感觉到吃到很多粉团 各种在里面 这个大份 其实有份小份 小份只要13元 大份是18元 在里面还可以加咸酸 我懒得它加了 其实加了咸酸会更好吃 哦 还有这个 很多 我的潮汕同事有拿给我吃的 鱼祖 拍得着潮汕同事给我吃的 哦 下面还有预备角 有多少料 试一下这面 试一下这面 我认为的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加鲸水面的 但是它不是鲸水面 它是蛋面 其实我是这么喜欢蛋面 我必须说清楚 不过可能粉会感觉上更正宗一点 嗯 这个脆 哇 这个真的脆 一定不要浸 再来试一下这些肉卷 嗯 都很好吃 样样都很实在 这个味道 摘下来又到辣椒酱出场的时候 它是没有辣椒油的辣椒酱 通常这种就要这样拌均匀 其实放一只羹里也可以 有时候盐羹麻烦 没所谓 最初你已经吃了它 没有辣椒酱那部分 就不需要担心 哎呀 它搞到所有都辣了 吃不了 没问题的 又不算很辣 有辣椒油它会辣很多 再吃得危险 好啊 我又吃饱饱了 这次真的吃饱饱了 对比上次吃牛骨水 哇 真的完全 那个份量 完全两个级别 它多到很离谱 而且里面的配料 真的很好吃 没有任何一样是不得的 下次可以再来试一下 而且它们还有拉肠粉 还有牛三精汤 各种都有 摘下来 我们慢慢就通往市场了 因为始终老城区的人口比较多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摆出来露面的早餐当 前面又有一间 这个叫做潮山露菜浦海鲜粥 应该就是那种 它将场地租出来 给人早上买早餐 交一定费用给老板 然后夜晚 中午就变成吃海鲜粥 所以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广州那些腸粉 为什么这么好吃 因为真的普及率很高 比如说鸡蛋腸6元 最贵的牛肉鸡蛋腸9元 一多人做 那就好吃了 而且 腸粉的原材料不太贵 它的师傅可以慢慢练 食器人又多 那就好吃了 我们现在走到这里 叫做模仿小区 即是积步 简单来说 其实以前在海珠区附近 有很多工业企业 比如我们面前这里 又或者沙丸市场周边 就最明显 这里主要是模仿厂 以前一些职工的宿舍 比如面前这一种 至于右边这些就更新正 但是所谓新正 都起码90年代的产物 通常那个年代的屋都是九层楼高 所以有部分是有家装电梯 有观众又会说 为何要家装电梯 其实我都说了很多次 它上面住的人 是年纪开始慢慢大 第一它住惯了这一区 你要它再搬走不方便 第二 其实它有很长一段时间 它的产权还是属于它们的公司 或者单位或者厂 它不能出售 只能住 后面慢慢慢慢才变回到个人 但是当地居民年纪大了 卖了它 你叫它哪里住 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 而且有时候 可能它们第三代已经出现了 附近学位至少给你买到去 那些松花 黄宝那些要好的 对不对 因为它们都是住惯了这里 离不开这里 如果你说同样的赤隔 去到南沙松花买 哇!烤士都买得到 但是没办法了 只能继续留在这里 过着它们在这里 已经过了几十年的生活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的 因为我住在那里 都是我老爸的宿舍 然后1992年在那里住 那时十一二岁 到我女儿现在都十四岁了 那你就叫我搬来这里 搬来我现在住在那里 是比较难和他们是一样的 当然了 这里有个好处 比我家里有个好处 就是市场够便宜 我家那边的市场价格惊人 例如马太是断粒买的 废话小说 我们继续走 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多九点半 街坊市民卖完送出来 今天天气不是很热 所以它们未必会太早太早出来 可能是凉爽的 你可以慢慢走ー 行小友 因为广州也没有更冷的了 今年端午节是迟一点的 还有整个月的 不过现在都五月份了 按照往事的经验 五月份已经很热 要开冷气 这间铺的盆着重 我知道是很好的 到了端午节的时候 他们的店铺就做到手艺流 Should be no longer 都手�� enemigo 可能全会找些香味来帮忙 可惜我今天仍有地方要去 所以没办法 4元一只 我看看 佳料种6元一只 五花肉种 还有海味种10元一只 是不是很实在呢 最贵也是10元一只 最便宜4元一只有佳料 终于我们来到赤江这里 大家见到那么多美女 拿着送菜出来就知道 这里就很接近市场 是的 这里是很接近赤江社区 如果你说真的一路走一路走 其实是会回到广州塔的方向 当然需要很长的步行时间 老城区有这些似的 似的似的三角市那种感觉 是不是 卖鞋 对面有影响铺 再过来对面有牙医铺 便利店 地产中介 上面就是以前一些 房改房的屋 有房到望的 这些好像还不太高 可能比80年代 建成重要组 然后对面有些 就是有家装电梯 既然来到了 又跟大家看看附近楼家 我们先看看卖盘 不过 大概是什么位置 我不太知道 我知道最多花园是近这里 70平方米 233万 再来 珠碑宿舍 我知道都在哪里附近 大学位的 220万 72平方米 即是说平均3万元 平方米 值得买 这里3万 再来 还有什么 模仿小居 模仿小居 即是说我们刚才见过 是比较旧的那些屋 这个平方米 差不多5万 正够5年 即是应该它 不用再附加的税种 太小一点 专业人士再解释一下 再来这边 租盘 租盘 有看些便宜的 下面 最德花园 大单间 30平方 这些应该合租 让我估 1600元 烟壮宿舍 66平方米 中层五楼两化厅 应该是整间租给你 乘仔和合租 2900元 即使上面再贵 100平方米 都是5000元 一个月 又或者是 雄运花园 雄运花园 100平方米 485万 这些便稍为贵少少 上边再贵那些 我就不慢慢计 大概都是这个价 即使说低至 这个 130万 有交易 我们继续走 这里慢慢接运市场 人流亦都越来越旺 越来越热闹 我们在这里过马路 因为市场在对面马路 非常好 通常见到它 你就知道很近市场 如果在广州来说 有几大连锁式的斩料档 这是其中一个值得一试 因为我今年回到乡下拜山 我顾掌也是买它的 挺好的 一些东西 还有玄技云饺 19.8的云吞 肉饺也是 这边一进去 一看就知道 已经很接近市场 我们应该会在前边往左转 它市场里面大 但是都比较逼稠 来到市场入口 你已经见到粟米了 2.5元3条 上次我一层 只有10元3条 都买过 虽然你说品质不一样 差一个double 还有粮粉草 龟苓膏也有得买 这边是卖蟑螂 因为天气越来越圆 蟑螂也越来越多 再来这边是卖蒸包 是不是很热闹 话说 其实我直播 曾经来过一次 当时我都惊呼 哇 很热闹 再来这边是卖榴莲 28元8毫一斤 水果档真的多 大家看看 这边还有卖煲 各种 后面是面包袍 寿司鸡也有 占缸鸡 40元一斤 这边是卖鱼 这边是卖鱼 这边是我们进入市场 占缸烧猪 30元有爪 这边是卖水果的 大家看看市场是否很热闹 但是有一个问题 始终管理不是想好 始终这是一条路 是会有车入的 但是人行多到 车都不容易走 再来对面又见到 萧纳铺 刚才我所说的 那几间年所训的萧纳铺 这个也是其中一间 挺好的 卖鱼 我还记得 我当时第一次过来这里 大概应该是 中修之前后 我当时是有卖大闸蟹 就在这个位置 然后一笼一笼 放在这里卖 可以 对黑 四十二元 花拿了三十三 够了二粒 老城区里面 我认为 除了沙丸市场 这里是算数一数二 那些冰鲜鱼 就这样放在这里卖 老板的现场 和你清洁好的 这个挺好的 还有红衫 前面卖淡水活鱼 这里看来 港人都喜欢淡水活鱼 旁边还卖鸡 我看到连兔子也有卖 是的 继续卖煲 市场就在这里进去 因为当时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疫情期间 有很多地方 都不太敢进去 所以今天什么事都没有 当然进来看看 应该在里面 就是室内部分 因为疫情 很多地方不能进去 很麻烦 我们今次就带大家走 首先看到一堆卖菜 卖水果 橙两个半 荔枝也有 十元一斤 非紫绍 今年来自很早上市 甜橙是7元一斤 至于这边 就是市场室内部分 我们现在进去看看 买鸡蛋的东西 这里是美女在收拾薑葱蒜 对面钉拿了10元一斤 爆高青蟹 可惜看不到介绍 特大海黑38 哦 这里又有美味鸡 又有他们的分店 叉烧36元一斤 他们这些品质挺好的 这里是市场室内部分 通常市场这边 都是会有盐子汁买的 旁边这边是 手工面 老板在那边压着面 再有冰鲜鱼 麦鱼仔 鸡蛋 21元一板 我上次都没有进来市场这部分 不过呢 暂时我看见 好像没有无法标价的蔬菜 前边有我们去看看 再来 这里有什么 有 有鸡蛋 有菜参 基本上都是这些蔬菜 来到这个时节 油麦菜 超甜菜参 6元一斤 处理得好 你说住在这里的居民 当然是没有问题 在家里楼下 如果像我们这些 不在这里居住的 过来买菜 都不适当方便 再来又有西瓜 我们上次买了一些不适当好吃的西瓜 这些是好吃的 但是太大 今天不可能买得到 再来又有台山菜花 3.5元 番茄 7元2斤 是否好热闹呢 我们尝试往这个方向走过去 我们走完这里大概差不多 我们就会过去客运港那边 来到这里 看到有一个市场 这个是超市仔 这里卖一些雜货 帽子 衣服 都有猪肉磅 大家看到吗 再来 正如我先说 其实在这里走 是可以走到广州塔 广州塔很近 只不过可能我摄影机摄录不到 这边正如先 刚才说的卖猪肉 卖衣服 卖一些烹饭料 不过老城区 亦都会有同样的问题 就是会有很多电动自行车 大多数都是守规矩的 不过也有不少人 是很不守规矩 开得很快 所以必须要小心 很多美女在买衣服 那我们在这里出发到大路 再带大家在附近走 又回来新港中路 在对面就是大门鼎鼎 你们看不出 TIT创意园 即是你们用得最多的国内APP Vchat微信公司所在地 大家哪个口入 我都不太记得 大概总之就是这个方向 再来 在这里一直走过去 就是接近地铁站的方向 不过确实有点距离 接下来这个环节 我就会坐地铁 回到爬州客运港的方向 大概需要20分钟左右 出发 经过十几分钟的车程 我们终于来到爬州客运港了 其实他们这个客运港 在疫情之前 已经开始准备起了 但是因为一旦疫情 去不了香港 没有办法 带大家去看看 在这里是可以坐船去到两个地方 去到香港的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香港国际机场 第二个就是中港码头 坐船去香港国际机场的好处 就是你可以直接进去禁区 非常之方便 又或者回来的时候 你在禁区不需要走太多路 即使香港机场大返大行的路 都不算很辛苦 都不需要走 以及要走 是两回事 首先讲一下票格 我们讲这个 比如说在这里 去香港中港城的航线 城人是220元 最便宜的奖者是170元 如果套票应该是往返 是390元 往返是便宜一点 然后这里是有写的 扎州去到中港城 是两个半小时便能到得到 然后如果从中港城回来 来到这里是5点钟的 如果订票 你掃描微信小程序便可以了 再来讲讲去香港国际机场 它每天会有一班船 和中港城是一样的 扎人是360元 最便宜的小童是260元 如果在机场回来便宜一点 260元扎人价 首先它的航班不是很多 一天只有18元 但是好处就是 你可以直接回来海珠区 众所周知 如果我们 假设在香港的观众 要回来海珠区的话 其实方法并不多 你说可以去南站是没错 但是南站其实是勤顺的 这里差不多是海珠区 算不算核心呢 在这里打即使过去江南西 10多分钟便能到得到 如果你说要去广州塔 更方便 这里叫做扎州 在这里前边有一部车 我们过去看看 这个就是我经常说的 海珠区有轨电车 它是连通万胜围地铁总站 广州塔的一个有轨电车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当你拿着行李 一路走一路走 是楼梯级都不用过 直接就可以去到 坐有轨电车 好像前面这位先生 拿着这么大的行李也好 当然它不是坐有轨电车 即使是这样 简单单也可以过得到 坐有轨电车 直接去到广州塔下边 虽然班次是比较少 坐船在香港 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相对在坐船 和下船的时候 是没有那么多人 又是这样走 在这里一路走过来 一路走过来 来到这里 你便可以直接坐的士 回去比如说同福西路 直接可以在这里 不过我有一个建议给大家 你千万不要考虑去坐地铁 千万不要有这个打算 因为我可以和大家说 我走过了 走得傻仔 而且现在天气还要不太热 到了夏天的时候 你真是要命 所以最好的办法 如果你不坐有轨电车 最好的办法就是坐的士 又说回这个客运 当你在这里一路出来之后 一路走到这里 又是不用上楼梯级的 这样你就可以叫得到你的的士 你站在那里等 因为始终这里 比较接近爬州 所以是很多外来做生意 谈生意的商务客 所以的士其实是够多的 你来到这里 在这个位置便行 的士哥哥 再不是 走前一点 那边 那边 也都是可以的 这样的交通路线 是不是变得越来越方便呢 千万不要坐地铁 还有一个玩法是如何呢 如果你是一个游客的话 你在这个有轨电车 另外一个方向 是会去到万胜围地铁站的 都是用两元鸡那么大把 然后你就坐三到四个站巴士 就可以去到黄埔古港 那里是叫石基村的 大概的方位就是 在这里一直往前 就是黄埔古港 十多分钟车程到 在这里过去 八巴士就肯定会再久一点 至于右手边 就是现在的广州交园会 甚至乎我很喜欢喝啤酒 我很喜欢 Clubbing 在这里 在这里 去这个爬台啤酒文化创意艺术区 也是非常近的 是广州其中一个Clubbing 挺好的地方 即使我未去过都知道 如何去呢 在这里过去 又是坐有轨电车就可以了 你可以设想一下 你在中港码头上船 五点钟左右来到这里 然后坐有轨电车 去到那里喝啤酒那里 大概需要二十分钟左右 其实都不用 十多分钟就可以了 那里是有食物的 吃完就开始喝 喝完就继续吃 是很过瘾的一种生活 再来 其实这里附近 也有很多好好的酒店 例如 黎斯卡伊顿酒店 州制酒店 都是有的 不严格来说 其实广州 几家比较出名 牌子的酒店 在这里都有选择 例如我们面前的 这个香格里拉大酒店 好了 鸣鸣成人 跟大家说了一集 我去香港应该不用这种方法 我应该会去东站坐车 因为始终比较近我家 好了 约定各位观众 下集见 希望我可以顺利去到香港 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 下集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